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本以为国产古偶剧已经走到尽头了 没想到等来了无忧度 该剧题材非常新颖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虐恋戏 也不是无脑的古偶恋爱戏 而是一部惊悚题材的至乖爱情剧 从小编的理解来说 有点像是灵魂百度与聊斋之一的相加 他讲述的是百度妖怪灵魂的黑豹妖语 能够探知妖怪内心的人类女子之间的禁忌之恋 探索重要迷形下的晚唐奇鬼世界 这种罕见且惊奇的题材 当下国产剧几乎没有 单凭这几句简单的故事介绍 便能吸引无数观众的关注与期待 何况剧情更让人激情澎湃 小小柴越了一番 此剧感情线错综复杂 是小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那种 男主前世是女子 和男二世一对 这一世男主为男子 爱上女主 而男二成为守护角色 男二等下一世男主转世成女子 两人又可以在一起 这是什么样的爱情 女主就是一个妥妥的工具人望啊 虽然太吼女主了 但这样的故事线真的很狗血 很伤透啊 电视剧如果真能这么还原 收视率肯定得炸上天 可剧情越刺激 广电制观就越难过 无忧度肯定是会有所修改的 故事主线还是以男女主的感情牵绊为主 男主宣言温柔又强大 是半神祖雅静 也是心怀天下的阴阳师 女主则是男主的最佳拍档 她天生拥有阴阳眼 遇到男主后两人结伴一起收妖魔 行善事 路鬼 至于男二 她的存在肯定会为整部剧润色不少 无论是故事方面还是感情方面 她都是一个我们不得而知的大惊喜 导演林玉芬也很靠谱 她是古偶仙侠剧的指导专家 橡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无心法师等大爆剧可都是她的作品 因此无忧度能由她来指导 质量上基本已经稳妥 演员选绝上 目前传的是任嘉伦和宋祖儿 原著作者点赞过一条 如果男主是任嘉伦的微博 爆料无忧度男女主为任嘉伦 宋祖儿的微博 原著作者的朋友也转发并爱特过原作者 如果不出意外 此剧男女主的人选就是她们了 真的非常期待这部剧 也非常期待该剧的男二号 大家觉得水眼合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